大家就說由於遊戲播出之後 劇情實在流出太多伏筆了 然後很多網友就 就補了一個後續劇情 因為非常爆笑的是 劇末恐流在抵震載 他不是懶著一個紅色的頭髮嗎 他追追追追追追 跳上那個恐流 還跳上地鐵要去追他 結果網友就戲稱說 他上錯車 可能是跳上了失速列車恐流 然後呢 並把這部電影的畫面 跟那個遊戲的畫面做梗圖 就是男主角李正彩 在之前呢 他是演誰你知道嗎 他演那個 與神同襲的閻羅王 然後大家就說 他主演這個畫面呢 可能就是 在劇中是敬為成為負債的Luther 然後呢 表示他投胎到人間的模樣 而投胎前則是 與神同襲的閻羅王 的帥氣模樣做對比 表示他應該沒有想到 自己會從閻羅王 投胎人間成為落魄的Luther 還要參加這個 很可怕的生存遊戲 翻外的梗圖真的是 笑翻一片天喔 不過很多人在問啊 這部片啊 其實裡面用了 一二三木頭人啊 小時候我們會玩的遊戲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麥芽糖啊 碰糖啊 或者是 就是像是 你可以看到彈彈珠這些遊戲 為什麼台灣拍不出這樣的遊戲 我們再又連線就是 我們的韓國專家 陳慶德先生 陳老師 嗨 水星主播大家好 剛才那個水星主播問到 為什麼台灣拍不出像魷魚遊戲的 這個問題有沒有 又看到那個反光尾有沒有 為什麼台灣拍不出時速列車 拍不出什麼那個 市場朝鮮有沒有 這是這個問題才出現啊 如果我們首先針對一下 魷魚遊戲這個 這個這個題材來說的話 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個 兩國的文化 差異 兩國文化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嘛 剛才我們 呃 水星主播有提到 呃 在韓國的話 貧富差距非常大 而且非常注重 所謂的等級的區分有沒有 我還是以剛才那個水星主播 他喜歡裡面的遊戲 什麼那個玻璃珠有沒有 玻璃珠有沒有 打玻璃珠 裡面不是有個老公 最後引走他太太手上的玻璃珠 那麼最後他的老公 最後怎麼樣呢 自殺了有沒有 這個各位觀眾想一下 我們台灣 好像不會走到這麼極端嘛 對 然後第二個 我們剛才說韓國 貧富差距比較大嘛 我覺得應該說 台灣的社會比較小確幸一點 對 就是 對 比較就是留著金山債 不會走這麼極端的有沒有 負債就負債吧 對 然後 對 負債就負債 對 就是 我一直問過 對 因為韓國的那個 我自己去過韓國 我知道他的貧富階級 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加上最近有個 數據出來就是說 韓國的壓力大到 OECD的那個數據出來說 韓國的自殺日 在這邊因為沒有辦法上景欲 因為有藍地大去 這個尊重生命 然後愛護自己 真的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不要輕易清神這樣子 那個OECD說 的這個顯示 這個最近的上個禮拜的數字 這個禮拜的數字是表示說 他還是殘連第一耶 男孩的自殺率還是殘連第一耶 這個就是還漢疆 好像有那個 顯示說請勿 請勿自殺之類的一些景欲 對 對 這個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觀眾可能覺得 韓國自殺率到底有多高呢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這集的節目 大概是40分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一個小時 也就是說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你看完這一集的話 韓國平均42分鐘 消失一個人 也就是說你看完這集節目 韓國就一個人 就輕生了 對 這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啊 好 所以 對啊 42分鐘一個 42分鐘一個 死一個人嗎 官方數據 官方數據 對啊 所以去年平均大概是 1萬5千人輕生吧 台灣是3300 3300 3700左右 所以 哇大概5倍左右 5倍左右 這個 這原因是因為壓力大嗎 還是 當然因為壓力 還有一些比如說風氣有沒有 他們其實常常面對一些 人生的挑戰 會選擇在極端的方式 來選擇面對問題嘛 所以地獄朝鮮 地獄朝鮮 什麼叫地獄朝鮮 要離開這地獄就只好 對啊 親生啊去投胎啊 像那個什麼 我記得那個裡面那個 就是男二吧 男二其實也是 就是收爾大學的高材生 然後他去玩起火嘛 那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我可能在台灣就是 可能有人就直接 違約交割 對 跑到你的國家 或者是說 就直接就是 就宣佈破產這樣子 但是他們好像 另外韓國人比較 愛面子的關係 就是無言之三個 對 愛面子有影響 對 還有你沒有提到一些 比特幣啊 也是韓國的生存遊戲 對 生存遊戲 所以我們提到 然後第一個就是什麼 兩國的文化社會背景 也許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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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相近 所以台灣要拍出這個片子 比較難一點 第二個的話 其實我還是要鼓勵 就是台灣政府啊 文化這種東西 是長期經營的 而且是真的是 蠻需要燒錢的 我舉一個小例子來說 以前一個 南韓一個總統 金大總 那時候看到柱洛基公園 他嚇到 他拍了一個柱洛基公園 這部片子的話 他的收入是我們南韓 要賣150萬輛的 現在其實還賺得到的 所以剛才水星主播提到 那個遊戲 搬韓國賺了47億美元 有沒有 所以韓國政府 對於文化這塊 其實非常非常注重 非常非常注重 你該就是 所以說 我常鼓勵就是我們台灣高省 對文化這塊要特別注重 第三個的話 也是我覺得非常 這算是 算是就是台灣 有關於劇本這方面的敘事能力 還需要加強 尤其是比如說 我們要舉到什麼 日本的要聽神明的話 或者是大逃殺 美國的什麼肌肉遊戲 基本上都跟遊戲有相關 可是為什麼台灣 這遊戲我們都會玩 為什麼台灣拍不出來呢 好像台灣這劇本的敘事能力 真的要多加強 因為玩一二三次 那就是內部鬼怪恐嚴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是開始注意到 韓國其實最重視的是編劇 而不是導演這一塊對不對 對 編劇 他們在編劇這個培訓的部分 好像是非常非常重視 然後每次記者會 就是他們的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要出來 是編劇先出來講話的 對 對 對就是剛才有提到嘛 就文化這一塊有沒有 人才的培訓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在這邊的話 我也要稍微補充一下 今天剛好也寫兩三篇這個文章 很多在問猶豫有些東西 其實台灣好的劇本也有 比如說我們常說什麼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有沒有做工的人 或者是淑女養成績 當然台灣好的劇本是有 可是在 剛才我們如果我們以猶豫遊戲為例的話 在自相殘殺或者這方面的話 這邊的劇本還是要多加強的 所以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不能一桿子打翻一桿 一桿子打翻所有的人說 台灣拍不出什麼 遊戲這種東西 主要是這個方面的敘事能力 還要再加強 這是我對遊戲給我的反觀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很多網友其實說 台灣為什麼拍不出 這個魷魚遊戲 網友有爆出一些 慘疏韓國的殘酷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PTT的CG圖好不好 讓我先 慘疏韓的畫面給我這個PTT的圖 好 拜拜 有嗎 PTT的圖檔就是產出這個 韓國的這個圖檔有嗎 好 沒關係 這在PTT當中呢很多人講啦 就是台灣這個沒有拍過 生存遊戲的題材 因為像前幾年他們也有講到 就像剛剛陳靜德 這個慶德兄講到的這個 他的PTT裡面有講到說 其實前幾年的職劇場 天黑請病演 其實有查到邊緣 也是算 頂多算是金種題材 另外就是資金跟劇本跟演員 對 沒錯 這個PTT圖出來了 另外就是劇本啊 演員啊 還有就是說 其實他們認為哦 他們覺得韓國連小角色 剛好提到一位嘛 就是托北澤 他第一次演戲 你看他連小角色配角 都演得可圈可點 韓國可怕的是 連低成本都能拍出質感 還有就是 台灣就算給再多錢 可能也拍不出這樣的作品 當然啦 也不是這樣講啦 可能是說其實我們的文化 也不同 可能我們在過去 可能都是拍一些比較小清新啊 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年輕的 高中的歲月的片子 然後或者是說 可能一些台灣社會現象 黑道的這個角頭 這些之類的戲劇 但是韓國跟台灣 剛剛有提到文化是不同的 而且其實應該這樣再講啦 真的他們有用硬底子的演員 包括我們就破梗了沒關係 他們光是除了原本的 這個48歲的男主 是影帝之外呢 我們客串第一集到最後一集 我一直希望孔柔能出 孔柔也是硬底子的演員啊 還有那個最後那個什麼 他哥哥出現的是 那個也是我們很帥氣的那個演員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48歲的李正載 其實曾獲得青龍大宗還有白響藝術 韓國非常厲害的白響藝術大賞 在韓國內外都許多觀眾當中 都已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能文能武哦 可以看一下他幾張照片 其實他包括他第一集 跟孔柔相遇一巴掌的那個畫面 也覺得大家覺得好痛哦 大家這個圖有沒有 這個圖 大家可以看到他每一個 其實他的這個 在闖關的遊戲當中呢 其實不斷的與自己良心拉扯 從邊緣人到最後贏家 你都可以看到李正載 把陳其勳這個角色 演得非常非常到位 從搞笑到演出 到情感的細節都不能嘛 都沒有馬虎哦 我們再連線一下下就是 這個慶德雄 慶德雄你覺得李正載 在這次裡面演得如何 對 李正載他的 我還好奇他最後染上紅色頭髮 他們是說代表憤怒的意思 對 然後他要去抓去沒油錢 結果遇到孔柔不是衝回去嗎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就想 我說他需要去搭司書練車嗎 不在心的概念 然後那個他要去阻止遊戲 進行了他 然後就買我就想說 到底有沒有第二劑 但聽說導演又說 他不想太拍第二劑 因為他拍完已經累死了 但是我就覺得沒有結果啊 你覺得會不會有第二劑啊 好像是說會演 本來他不想拍 但是好像就是最近媒體報 的時候第二劑 我想問他說 你覺得第一個 就是裡面的演員 你覺得誰演得最好 然後李正載也有 還有就是 李炳獻有演吧 就是李炳獻有演 就是李炳獻演那個 他好像就出現一幕而已 就是最後你拉下來 我現在發現怎麼是李炳獻這樣子 然後 對啊 我也嚇到 到底有幾個疑問 所以他最後到底怎麼了 最後他回去了到底怎麼了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警察 到底有沒有死 你覺得裡面這個戲劇當中 第一個李正載在裡面演得怎麼樣 還是你覺得誰演得最好 第一個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李正載 因為他算是裡面的靈魂人物嘛 從第一集到第九集 都是基本上由他來貫穿嘛 然後我覺得 剛才那個水晶主播提到非常有趣 為什麼他染成紅頭髮呢 有人說他是憤怒 憤怒 沒錯 這是一個解釋 另外一個解釋是 我們知道基本上染紅髮 在韓國人特別注重 就是別人怎麼看他的 他有點叛逆的感覺 叛逆的感覺 就是他回去復生 所以我覺得 拍第二集的部分 應該成分蠻大的 因為為什麼 剛才我們提到好的電影 好的戲劇 為一個國家帶來47億美元 你會不會繼續賺啊 會啊 我覺得會拍第二集嘛 而且不只 而且不只 剛才我們提到 哎 比如說他周邊產品 也賣得非常非常好 有沒有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 剛才我們看到碰糖有沒有 我最近還發現到我的學生 一些年輕朋友 他已經開發出遊戲的樣子 他們要下載所謂的什麼 魷魚遊戲的APP的小遊戲來玩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先讓我們試玩一下 到時候 對啊 所以各位觀眾去那個Google一下 我看到我學生在玩了 所以我覺得 對啊 他續拍的機率是蠻大的 可是我們要知道 基本上他續拍的續航力啊 會不會比第一集精彩呢 還是 對 所以我們還有在觀察 所以我還蠻期待他的第二季的出現 理師朝鮮一樣嘛 他第一集第二集好像都還不錯啦 對 對 但是說我是覺得說 這埋下蠻 那你覺得警察會 警察到底有沒有死啊 警察應該死了吧 對啊 對啊 那個 他戲分其實蠻多的 他戲分蠻多的 戲分其實蠻多的 所以他就 然後 而且他沒就是一直破關 又要最後死掉了 就有點傻眼到 搞不好第二季就從他開始死了 他突然又醒過來之類的 然後就開始去 因為他只有他知道 裡面全部的秘密嘛 搞不好這樣串聯起來 所以還要看一下編劇 我們說編劇 蓄勢能力很重要嘛 他如何去第二季 這個其實蠻值得 我們後續觀察的 對啊 好 今天謝謝慶德老師 謝謝 今天陪我們探討 謝謝 全球現在紅翻天的 這部片魷魚遊戲 謝謝